今年受到肺炎疫情的影响 导致花蓮私幼的大班学童 无法正常举办毕业旅行 而为了让小朋友不留下遗憾 幼儿园就选在田埔的生态园区 举办了小蒙兵障碍挑战赛活动 而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到场一同参与 并将活动中所有的装备 都全部送给孩子们当作毕业礼物 让毕业生们欣喜若狂 私幼大班小朋友们 穿上迷彩服 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田埔生态园区 放眼望去空旷的槽坯上 设置了各项的闯光活动 包括了高空弹跳 榴弹炮射击 战地野训 攀登高峰 以及手榴弹投资 与武装整备等六道关卡 只要挑战成功 老师就会在小朋友的脸上画上条文 象征着荣誉的勋章 今天小朋友的这个活动 让我们觉得小朋友长大很多 对而且就要毕业了 很多东西他们不敢的东西 现在都敢了 市长魏家仙也来到现场 和小朋友一同挑战各项的闯光活动 希望孩子们能有一段难忘的 另类毕业旅行 那我们可以请到来自台中的团队 来协助我们幼儿园规划一系列的活动 也可以看到所有的孩子 在今天玩得非常非常开心 那也体验到很多不一样的一个乐趣 今天也感谢所有的家长陪同 那我们希望让每一个孩子 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珍贵宝贵的回应 那今天我们陪孩子一起玩 也希望孩子长大以后 在每一个时刻里面都能够一起努力 克服每一个关卡 让自己能够不断的成长 在正式挑战关卡之前 市长吉原长就先和小朋友们一起进行暖身 配合五彩缤纷的造型气球 融入区位活动 各项关卡都还没开始挑战 小朋友就都已经玩到满头大汗 市长魏家仙表示 未来公所会持续为孩子们设计各项活动 让他们都能在欢乐的环境中健康的学习成长 记者许立琴 华联市报导